白宫发行政令 中国国有银行要被赶出美国 台湾大选副总统证件会结束 大陆迎来史上最冷冬至 钱塘江都被冰封 涉恶受中共指使做假民调 记者被抓 朝鲜启用新反应炉 韩国军方以反核演习应对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六 在广告时间里和大家分享两个 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 霍罗里达州的凯利女士 最近再次购买了24瓶三高代谢宝 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 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台湾的郑先生 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 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 她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体力恢复了 食欲增强了 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 都维持在理想的状态 那么请大家注意 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 唯一官方网站 为了确保您购买到的是正品 请认准健康520网站 更多的信息和购买链接 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政府12月22号发布行政命令 为遏制俄罗斯 决定将支持俄罗斯军工行业的外国金融机构 列入制裁黑名单 受制裁的银行将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系统 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包括中国银行 工行建行农行都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大幅度加强在俄罗斯的业务 美国这项制裁或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将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合作 向他们通报新的规则 并且确保他们与代理银行沟通 如何避免新的制裁 否则如果被制裁 这些银行就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 银行应该避免为敏感物品提供便利 比如半导体 机床 化学前提 滚珠轴承和光学系统 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们要找到对俄罗斯制造战争武器至关重要的东西 他们必须使用金融系统来获取这些东西 这就使金融系统成为一个潜在的要害 而这一制裁就是针对这个要害的 金融时报说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选择留在俄罗斯的贷款机构 包括奥地利的莱夫森国际银行 意大利的联合信贷银行 和匈牙利的OTP银行等 中国更是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企业 特别重要的资金来源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和中国农业银行 都已经大幅加强在俄罗斯的业务活动 9月初 金融时报曾引述基辅经济学院最新数据指出 从战争之前到今年3月份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对俄罗斯投资总额 从22亿美元暴增到了97亿美元 如果中国国有银行被踢出美国金融系统和美元体系 中国金融系统就几乎是与世隔绝了 外国企业也无法在中国境内银行开设美元账户 仍无法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可能会面临崩溃 即使美国暂时没有明确的制裁名单 但只是发布这项行政命令 也被认为会加速外资撤离中国 金融时报说华盛顿这个制裁威胁 可能会对中国政府产生重大的外交影响 目前中国各大银行在房地产和信贷危机双重打击之下 本来就快支持不住了 日前中共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财经自媒体人士老蛮说 年底调降银行存款利率的原因只有一个 银行的息差越来越低 日子快混不下去 资金拆借成本又越来越高 还要背负给地方债城投债和房地产兜底的责任 银行的破产潮快要出现了 无奈之下只能把已经非常低的银行存款利率再往下降降 让银行好过一点 可这么搞的结果并不会让资金出来投资和消费 资金只会觉得大势已去拼命的逃出境外 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是雪上加霜 或让中国各大银行加速破产 台湾2024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证件会在22号晚间举行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与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主要就两岸议题交锋 肖美琴强调 赖清德和他主张捍卫台海和平现状 不会让台海爆发战争 未来也会继续国激国造国建国造的政策 他强调台湾强化国防是为了避战 赵少康批评说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不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民进党与共产党是一样的 都想消灭中华民国 只是现在被逼急了 改口说中华民国台湾 还是不肯讲中华民国 肖美琴针对民进党执政会消灭中华民国反驳说 台湾已经经历八次总统选举 民进党执政时 中华民国国旗也每天都在总统府升起 他也批评对手一直枪口对内 将台海情势的紧张归咎于民进党 肖美琴最后感性地向青年喊话 民进党懂得反省改进 判给予赖萧佩执政机会 赵绍康强调 如果侯友宜和他当选 我们一定要设法和对岸沟通 此外 赵绍康将火力集中在赖清德本人与赖家祖宅 批评赖清德用心恶毒 分化挑拨赵绍康和侯友宜的关系 要求赖清德立即捐出万里老家 赵绍康也批评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 说台湾的油电公司亏损 不过经济部随后澄清说 赵绍康的评论不是事实 赵绍康作为资深的媒体人 却一再重复错误讯息 令人遗憾 民众党副总统获选人吴新盈 没有与赵绍康和肖美琴正面交锋 他主要聚焦诈骗犯罪和个人资讯安全问题 提出引进欧盟的个资法 吴新盈还表示 台湾的和平要靠繁荣 吸引企业来台投资 提高全民薪资才能够保障台湾的安全 东亚地区遭遇强烈寒流 连动两天 山东 辽宁等地都创下低温记录 浙江省杭州市更是迎来史上最冷冬至 连乾塘江都被冰封了 专家说 北极的极地涡旋外泻 直接灌进了东亚地区 造成了极寒天气 中国气象举止 山东半岛出现了极强的冷流降雪 山东稳灯22号早上 积雪达到了74厘米 打破山东省最深积雪记录 通过视频录像可以看到 烟台市枝仲区飘起了鹅毛大雪 停在路旁的车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 山东蔬菜商说 白菜 土豆 茄子 黄瓜 西红柿等蔬菜 都要用棉被盖好 辽宁省沈阳达到了零下28.2度 打破将近10年的记录 辽宁湾海面结冰面积总计6000多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说 这是2001年以来历史同期结冰面积最大值 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持续影响 辽东湾的海滨将继续发展 大片的海水容易封锁港口和航道 也会封堵船舶的海底门 而影响船舶机械运转 坚硬厚重的海滨 还会对船体造成挤压损坏 上海徐家会观测站发消息说 已经连续5天出现低于零下一度的气温 还有机会创下40年的最冷记录 浙江日报报道 杭州现在气温持续叹低 22日达到了零下5.4度 堪称史上最冷的冬至 同时附上西湖晶莹剔透 冰锥的照片 并且直呼真是多年未见 另外早上6点到8点 可以看到前塘江被冻住 冰雪潮溪树等器官 潮水来之后 冰就会慢慢消融 台湾台中地检22日证实 逮捕一名网络媒体记者 兼经营人林宪源 指控他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指示 和退休教授苏云华共同制作假民调 并且利用媒体传播 地检署指 苏云华并没有进行实际的电话访问 或者是面对面的访问 仅凭捏造制作8次总统民意调查 指称国民党侯赵配 微不领先民进党赖销配 大幅领先民众党科无配等等 地检署指 假民调误导选民对于选情之判断 渗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 危害台湾主权及自由民主宪政之需 通过纸传媒 原封传媒等发表传播 甚至出现在了台湾民众常用的新闻平台 雅虎新闻 地检署认为 二人涉嫌触犯反渗透法第7条 以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90条三项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新闻系主任傅文成对自由亚洲表示 中共打正规战打不赢 改打耸动的民调 企图引起注意 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黛玉慧表示 纸传媒过去主要是密集两岸交流 全文转发中共的资讯 并不经常进行民调 现在出现公布民调 暴露中共界选的目的 国际原子能总组21号发声明表示 最近透过卫星影像和观察水温发现 朝鲜宁边一座新的大功率氢水式反应炉 似乎第一次投入运转 提取原子弹原料 声明指出 排放温水式反应炉已经达到临界状态的指标 根据专家说法 临界状态指可自行维持核连锁反应 但是声明也强调 不能进入朝鲜就无法真正的确认这个设施的运作状态 朝鲜在宁边核设施厂区已经有一座核反应炉 有500万瓦能力 如今第二座反应炉疑似投入运作 这是清水式反应炉 2010年动工 今年10月初开始运作 华府智库科学及国际安全研究所专家 奥布莱特4月份已经警告 新式反应炉估计每年可以生产出20公斤的布 生产速率是旧型石墨反应炉的4到5倍 不论石墨核子反应炉或清水式核子反应炉 都可以提取布 作为制造核武的原料 这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与弹道导弹的决议 韩国国防部22号透露 韩国军方今年已经独立实施了模拟朝鲜发起核攻击的反击演习 进一步的加强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